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说所有的选区都会有竞争 您怎么解读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测呢 可能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过去在大概就是如果1991年的时候大选的时候 当时反对党就达成协议 他们在提名的当天就让行动党赢得一半以上的席位 结果当天行动党就执政了 他说好现在行动党执政你们不怕了嘛 所以你们尽管投票支持反对党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说这是个补选的一个效应 过后呢你看近年来 其实这种效应已经不再存在了 因为反对党都会派候选人到每个选区去竞选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死到行动党没有办法在提名的当天就执政 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正如总理所说的 他说如果你们都放心了头的话 很可能出现一些突变的情况 可能我们没有要预见了 但是这个终究我们延续上一次的大选 这样的一个情绪 大家似乎对于说让这个反对党的席次增加 还是有些选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那你觉得说在接下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之下 大家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反对党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所谓的民情优势 其实政府就是在像上一次大选过后呢 他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看到的 现在确实反对党要去竞选的时候 他有一个麻烦就是 比较少东西可以让他去批评了 因为你看到很多基本上住屋 一些移民的课题 政府都会很大力的去解决 交通也是 所以现在确实反对党还要想办法 想做一些 不是说没有 但是就比较需要努力去想一些 就是可以批评的地方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 现在反对党里面对另外一个压力 就是说他们如何证明 他们能够管理一个很大的选区 是 这个我想在他们的这个形象上 多少少是大家最近打一些折扣的地方 所以他们接下来如何在 现在离大选其实是很近的 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 你只要证明说你确实有能力 去管理一个像一个极选区 或者是极选区 这个plus plus 就是更加加其他的当选区在一起的 这么庞大的一个选区 所以选民当然在投票的时候 肯定要把这个考虑在那里 另外总理有提到 目前的交替过程当中 第四代领导的班子只出现一半的人选 对 我想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就那还有一半在哪里 现在已经形成的一半又是谁 所以其实您怎么来看待他这样子说 他的含义 现在这次总理讲这个话 他更加明确地告诉你 我只有一半的人在那边 所以你看 其实他就很清楚地把这次的选举 定位成就是选未来的领导班子的一个选举 这个是一个竞选的策略 所以包括新来届大选会引进更多部长级人选 就是说我只赢一半 现在另外一半我需要你们支持 大家支持我才可以把这另外一半的人 引进内阁 但是你说部长级的人选 可能从这些新人来 但是大家现在讲政绩 或者说我都不认识他 然后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部长级的料 所以这个对新人来讲是不是也是要很大的压力 短时间之内也要赢取民心 所以我刚才就是要讲说 这个当然总理用这个策略 这个死到人民就是在投票的时候 要很小心知道要考虑到这一点 另外呢当然对相对来讲 对行动党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怎么说呢 因为他在推出这些 就是另外一半的领导班子的人才的时候 他怎么样能够就是说服人民 说这些人你应该支持他 而且他们应该赏识他们 他们是受欢迎的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时间也是很短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知道 接下来的这个选举 很可能会在一些区出现很激烈的竞争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现在剩下 现在已经有了那一半 也不见得说每一个都是平平安安 就会拿到 因为目前有些部长级的人选 是上一次大选才亮相的 对 是啊 比较年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讲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挑战其实就是说 如何确保他们受到欢迎 而且受到人民选民的支持 还有选民也很关心 就是现在的这些 就是这一半 他们会去哪里哪一些选区 我们是选民我们也很关心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你会不会把他派去那个比较 竞争比较激烈的区 还是说你让他去一些比较相对安全的区 这个选民也是在看的 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选民会说 这个候选人有没有受过历练呢 到底他在政治上有没有一个竞争的能力 等等等等的 这个都是选民要看的 所以选民因为呢就是涵盖面很广 那你现在帮我们探温一下 目前我们以这个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来看 哪一些好像似乎已经是执政党稳定下来了 哪一些还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继续的去加油努力的 其实在政治上在大选的时候没有说所谓的肯定百分之百会稳定的 铁票的 但有没有一些管道或是标准的一些提示 他们相对当然是有 以行动党来讲他们是有一些就是非正式的管道 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不相信民意调查的 你知道在新加坡是没有这个民意调查的 可是他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其他管道知道民意 所以他的民意来自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继承领袖的回馈 还有就是他在大小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查 比如说他问你说你搭这个地铁是不是很满意 你搭这个巴士是不是很满意 这些都是全部加起来 这些机房蒜皮的东西 也不会啊这个很重要的 全部加起来就知道到底人民对这个政策的满意度是在哪里 这就是探温了 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探温 然后就是刚才回到就说 到底不个年龄层对政府的满意度 当然会有一些不同 估计这个建国一代的满意度会相当高 蛮稳定的啦 对对因为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稳定的这个票箱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建国一代都相当满意 政府提出的这些配套啦什么的 那危险的是哪一群人 这个我们相对来说好不好 相对来说 我们知道比较难捉摸的是年轻的一代啦 我指年轻一代啊就是指那些 第一次有投票权的 这一次第一次投票权的 他们是有一些是90后的 他们确实比较难估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来讲 行动党在年轻人里面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基层啊 相对的是比较 比较就是比年长的那个基层啊 来得少的嘛 所以他比较难收集到有关他们的那个讯息 但无论如何 总理还是要对他们喊话 所以呢最近呢 他就说到了呢 就是接下来的政府 不是强硬政府 而是坚决的政府 这样的姿态 似乎就是稍微柔化了一点点了 你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们喊话的一个情况吗 当然他其中一个针对对象就是年轻人了 不过总理讲这个话挺有意思的 其实因为他说 这个强硬的政府啊 已经过时了 这个他就很确确的告诉你 其实以前的那一套是不行的 以前那一套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由我来决定 我做的 我的决策是对的 你跟着做的对了 你也无需问太多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是说他就特地强调 是一个坚决的 坚决的意思是说 我听你的 不过大原则我还是要坚持下来 但是整个作风呢 他就取向一比较柔和的一种姿态 你看得出最近总理做很多东西 其实他很努力的 他就去跟电台 上电台接受访问 还有他也会在网上跟这个人民沟通啊什么 你看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是 结果他这种 当然现在选民说 总理做得这么好 其他的是不是要尾随其后 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嘛 是吗 所以当这个现象越来越频密的时候呢 或许大选脚步就真的进了 绝对不是家长事不是凶长事 比较像朋友协商一般 对对对 好 我想选民们非常关心 不过呢 但是呢 确切的日期我们也还不知道 是 那该问总理 问总理 不过我想 今年年底还是有可能的 好 因为这个时机主要是看民情 静观其变 我们谢谢义民 谢谢 当然呢 李总理呢 在过去星期二的这个 958空中访民情的节目当中呢 还提出了他对未来呢 还有更多其他的看法 是 特别是大选 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 是 那么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我们的前线追踪时事节目 将会播出这一段访谈的摘录 敬请您收看 当然针对这个话题 你有想要发表的话呢 也欢迎你到 《新生有约》的面部网页去留言 广告回来呢 是我们第二段新闻 稍后见 别走开哦 本届的东运会 身为东道主的新加坡 某国是派出了近800名运动员 希望在自己的家园为国争光 当然 那在建儿门挂上金牌 高举国旗的那一刻呢 现场的媒体人 必定会想要在第一时间 跟国人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了解 曾经随着新加坡代表 对远征外地的媒体人 采访时的点滴 是我们欢迎 九五八城市频道 广播电台的两位同事 潘家彪 家彪你好 建文基基好 你好 还有盛阳大哥 你好 你好 两位说一下 曾经随队到国外去采访 东运会的那个年次 在什么时候 是是是 盛大哥比较资深 那就留着慢慢说了 好 家彪先说 是是 我记得我刚加入 九八是04年的时候呢 刚好05年就是在 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这个东运会 也算是我第一次呢 远征到国外去采访 这样的一个 东运会的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东运会 其实新加坡很有机会 夺下好多面金牌 所以我们既然是 电台广播 所以我们一拿到金牌 一定会做第一时间的报道 所以我觉得 那时候在马尼拉 这样每一天 电话就拿起来 就 是是是 我有多的金牌 立刻给我进来 给我进来 就越洋电话 好毫无手软 对 等于知道 我们在电台就很快的速度 能够发回最快的报道 这样子也可以给我们的 听众朋友们最新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那边的经验 就是说 每分每一秒 我们都抓得紧 而且因为 我们也特别去留意 每一天的比赛项目 到底我们 有哪个项目是较为 有机会夺冠的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去编排 但是因为马尼拉 那个时候的交通 就是一大考验 对不对 你可能到了另外一边 你要回去做另外一个报道 就很困难 不太好我们都派了 四大语言的同事出发 所以我们都会在 每天晚上做进步的开会 然后希望说 如果任何个地方 有多金牌的话 都可以发回报道 不管是用什么语言 当然我们也可以先发回 英语回台了 然后再做一些翻译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比较 经验 因为算是第一次 所以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兴奋 尤其感觉上 每次都夺金牌 因为你都在金牌所在地 对对对 虽然大哥好像 今天还披战袍来 这个不算是什么了 这个是20 这是2011年的 4年前 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的 我第一件战袍是这一件 那是青麦 泰国青麦的 1995年的 第十八届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采盘 冬运会的战袍 说一下说一下 那么多届以来 其实新加坡主办 这个东南亚运动会 在1983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参与报道 那是我刚刚加入电台 大概是一年 就在新加坡 第二次主办 东南亚运动会 第一次主办的时候 第一次主办的时候 叫半岛运动会 所以这个算是第二次 叫东南亚运动会 所以说这是 在新加坡举行的 我们的新同事 就拿着这个录音机 那时候录音机好大 对啊 就跑到 去报到这个乒乓 一些项目而已 到了1993年 就在本地举行第三次了 对 那时候我们就全面报道 然后隔下一届 就到清迈 然后到在这个文莱 越南 老挝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 是 缅甸 缅甸我没去 对对对 所以就到处跑了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你要就是你看 在别的国家举行的话 你要带动本地的支持者去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明星 吸引他们去 是 比如说你看韩星 都会有这个追星 追星 那到底这些体育明星好了 有没有他们粉丝 有其必要性吗去追 其实我发现到 在本地 我们还在不断地塑造 所谓的体育明星 反正我们觉得到说 近几年来 可能在不同的项目当中 我们逐渐看到这个腥味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很久 对 同一个年代吗 别这么说 我那个时候报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 我们当然知道 某些著名的球员 但是不至于把他们 列为球星 所以那个时候 带队出发 或者是我们的球迷 或者是我们的支持者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新加坡 所谓的Team Singapore 他们特别说 需要去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我们就 十多二十个人 可是我觉得 我们在异乡的时候 这十多二十个人的 助威之下 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而且尤其是 当我们夺金牌的时候 大家一起站立唱国歌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所谓的球星 大家就是本着要支持 新加坡任何的体育项目 那你说现在 逐渐新卫开始 建农 你觉得今年 大家应该要去追捧哪一些 当然是每一个项目 有没有某一位体育健儿 我觉得就是 首先那是乒乓 大比较熟悉 那么天威其实 他当在这个 乒乓界熬出头的时候 已经非常年轻 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成熟 还尝到学院 和不同的学生交流 所以天威算是一个 比较具有新卫的一个球员 而且你知道吗 乒乓可以算是 可以为这一届的这个冬孕会 为新加坡打开开门红 因为第一面这个女双金牌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了 在开幕之前 对啊 是 礼拜三礼拜四对吗 所以是不是 女队还是比较受瞩目 如果以乒乓来说 以乒乓球队来说 我们知道两年前 在缅甸的时候 当时没有这个双打的项目 只分了单打项目 跟团体项目 所以我们唯有得下四面金牌 那我们知道 在几天前 那么哈曼德副委长 任议员就提到说 我们的目标是七面金牌 也就是我们什么都要拿 就是拿 困惑 包玩 就单打 双打 跟这个团体 就是混双 女队单比较受瞩目 因为一直以来 在国际赛事当中 我们女队都能够 跟中国队抗争 但是男队 其实虽然我们少了 上一届 这男单跟男团的 金牌粘件 对不对 受了伤 可是高宁算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 而且新秀周宇哲 对 周哲宇 周哲宇 也是慢慢熬出头 而且我特别喜欢 就是拼总 在冬运会的时候 很喜欢就是 应该说很鼓励 让我们年轻一代权 有机会出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余孟宇虽然是上一届的 女单冠军 但是这一次是 天威还有就是Isabel 她将会出征 对不对 所以至少 我发现到 至少有让年轻人 能够在本国当中 争光 刚才提到女霜的时候 其实余孟宇跟天威 在刚过去的 乒乓国际赛的时候 表现相当突出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地面金牌就是我们 我们要锁定 七面金牌 接着我们来看看 泳池方面 我们到约瑟林 上一届 她个人奖牌是最多的 本地运动员 那盛阳大哥 你怎么看这一次 在游泳方面的表现 岳瑟林当然是 这件事可以说是 游泳界的新秀 而且她拥有非常多的 本地学生的支持 所以在本地来 主办的东一会 我相信很多学生 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 会以追星的心态 去支持游泳界 她有这样的外表 她绝对有外形 对 我们可以考虑欠她 另外一个也是 大家就一直记以后忘了 但是水球队要力保 不败记录 现在大家过去看他们的表现 今年有没有办法 我觉得在主场呢 他们的压力会更大 当然我们说球是圆的 水球也是圆的 所以不来说包了 希望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是东南亚水球王国 从来没有失过手 是 而且在本场 在本地的这个场地 水温啊 各方面的都熟悉了 对 如果他们真的拿不到的话 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田径了 应该也是记以后忘了吧 是 所以它是很多金牌的一个所在地 对 但是新加坡有多小希望 有两大板块的运动 就是游泳跟田径 就是金牌来源最多的 其实这一次呢 我们派出了74名的田径选手 但是历史以来我们最多的 当然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都会发现到 本国的这个田径的运动员 如果相较于游泳这方面呢 可能不能说 往每天晚上都猛拿金牌 这样子对不对 但是有几个运动员 可能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们的老将张贵荣 在这个青球跟铁饼 他都会出征的 那么还有就是孙雪莉 在跳高这方面 那么其实在上一届缅甸的时候 我们是到两斤三银三铜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本地 就是刚才先生大哥所说的 每一次在任何的项目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主场之力 首先周围的环境 这个呼吸的空气 再加上我们回到 这个欢呼声 都很熟悉 对不对 而且呢田径队的女子队 任何的一个项目呢 今年的话如果留意 很多的记录我们都打破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 比上一届来得好的话呢 我们算是进步 而且重点是 个人的记录一定要打破 向大哥 你经历过就是篮球 在新加坡很胜的时期 这次的篮球 我们避开了这个菲律宾 你觉得有希望进入决赛吗 这个很难预测 很难预测 因为如果说本地的观众要支持 我觉得我出国采访 东运会这么多届 我觉得当然我们的 这个Tim Singapore做得不错了 已经有很多人随对的 但是到了当地 你真的是完全淹没在 他们当国的人潮当中 现在我们做东运会 都冬到主了 当然我们不要学那些不好的 那些不文明的东西 我们不学 我们一定要说 欢呼喝采 支持 欢呼 作为一个支持 我觉得篮球也是一样的 篮球各种运动都是一样 要多加的 这个所谓的支持 但是当我们运动员 增加这个信心 打出来这个水平 就是top form 风来的时候 风来球来 分就来了 我们感受得到 有种运动 特别讲究这个风来运来 对对 就是足球 对对对 两位啊 我们这是雄师又师 有没有办法就是呢 真的存在大家的厚望 其实足球项目 是本地最受欢迎的 那么当然这一届 我们知道说 我们到目前 足球项目是 无意还没有夺过 金牌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但是我们倒知道 之前呢 一直有很多 把喀利亚亚带回来 希望说能够 重组后防 对不对 那么伊斯坎达 艾利斯坎达 我们的主教练 可能严密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希望这个周末 我们能够先夺下这个马杯 马杯之后呢 虽然有些球员 不是来自这些 我们的东运球员 但是至少可以 带动整个气氛 至少把球迷呢 带进来是国家体育场 我觉得我们先 稳住进半决赛 我们看对手是谁 我们应该还是 有望景决赛的 好 两位 我们就是点了那么多 对对对 终究国人 是不是应该 给予更大的支持 这一届的 应该的 在这个庆祝 SG50的这个 大型的运动会 对于我们体现了 我们爱国的精神 还有对于我们这个目标 50面金牌的目标 我希望能够打破 因为1993年50面 到现在还是50面的话 不行 就有点那个 但是目标归目标 我们也还是要 各位的这个朋友去支持 大家听到了 我们的两位 媒体员的这个呼吁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希望所有的这个 我国的建议们 继续努力为28届的 东运会 创造佳祭 为国争光 没错 那当然了 如果大家愿意 就到我们的 面部网页去留言 给他们鼓励的话 也请到 世成有约的 面部网页 同时也可以留在 我们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 网站去 重温今天的节目 以及更多的 网络独家视频 是 祝大家有个 愉快的周末 来临的星期一 我们世成有约 再会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